穿坡羅山的阿伯站在馬路中間 自我介紹後開始做交通宣導 聲音洪亮連帶轉去弟弟都回頭瞄了一眼 阿伯抓住紅燈空檔 對民眾滔滔不絕 還自帶肢體語言 綠燈一亮他立刻快閃 其實拍下影片覺得莫名其妙 台中北屯進化路口 附近居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 下去警方說阿伯雖然正在人行斑馬線上 看似危險 但綠燈了就往旁邊退開 並沒有違反規定 更誇張的還有這件 都已經綠燈了 男子硬要把車停下來 整個人乘大字蛤蟆跳趴在地上 坐起伏地提升 網友看到畫面 調侃這是七月半被豪兄弟附身嗎 還是今日重訓量不夠 台中也曾出現跳舞歌 不管車來車往 在十字路口做出地板動作 扭腰擺臀 還有女子戴面具 在台北東區斑馬線上 蹦蹦跳跳 舉手右蹲下 嚴重影響交通安全 警方說通通違規要開拔 不免讓人驚呼 我到底看了什麼 記者韓志希李雲杰台中報導 我是陳怡榮 播報工作就像是突發新聞 你永遠不會知道 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 而棚內的第一線 總是充滿刺激與挑戰 更多的新聞資訊 請鎖定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並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和開啟小鈴鐺喔